想先的是营运也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下面火锅里竟然有Hello Kitty就在锅子里 嘴福嘴城 因为这里可是全球第一家Hello Kitty火锅店 Hello Kitty火锅到底有多可爱 可以看到我桌上这颗小苹果 猜猜里面是什么 其实是茶碗蒸 而且仔细看除了餐盘碗筷以外 就连白饭也是Hello Kitty造型 果然人气强强棍 因为我有个朋友很喜欢Hello Kitty 连观光客都慕名而来 拎着三大箱行李照样来报到 还有粉丝全副武装来朝圣 从衣服包包到隐形眼镜 都是Hello Kitty 因为想吃还得先预约 网络定位比较快 电话定位的话 大概打了一千两百多通都打不进去 我们的定位账号 目前七八九月都已经满了 那我们要等到八月才开放十月的定位 让业者只好加派四倍人力来印证 只是一锅吃下来 实在不便宜 最低四百二十元起跳 而且限时九十分钟 低销也要三百九十元 想一堵身价上千亿的Hello Kitty 这代价还真不小 三菱萱采访吴灰言 台北采访不到